阿弥陀佛 上帝 是健康的人是有福气的 还是说很有钱的人是有福气的 强壮的人吗 是有知识的人吗 今天的福音书在约翰福音20章 就要告诉我们说 怎么样的人是有福气的 话说主耶稣为了世人的罪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对不对 主耶稣的的确确的为了我们的罪 死在十字架上 但他并不像人类 死了就从地球上给消失了 主耶稣并没有死了就消失了 而圣经告诉我们 三天后主耶稣从死里复活 对不对 记得吗 上个星期我们庆祝什么 上个星期天我们庆祝复活节 就是庆祝主耶稣的复活 好 那时候呢 是主耶稣复活 首先向谁显现 有很多学问谁记得呢 上个星期蔡牧师的讲道有说 他向谁呢 向一个莫达拉的玛利亚来显现 好 今天的经文就来到那一天 是耶稣将莫达拉的玛利亚显现的时候 是在第七日复活的那一个清早 大清早 今天的经文来到那一天的夜晚 当天的夜晚 主耶稣的门徒 他们拒绝对他们拒绝在一起 在一间房子里面 这房子的门是关住的 为什么他们要关住门呢 因为他们害怕 他们害怕犹太人来抓他们 所以把房子的门给关了 关了起来 那么门徒们在房间里面 谈论有关于当天早上 耶稣父你们说 看见耶稣复活的事 因为都很难相信 主耶稣死了吗 为什么会复活呢 我们都没有看到 只有父你们看到 为什么呢 当他们在讨论的时候 忽然间 主耶稣出现了 就站在他们的当中说 愿你们平安 诶 主耶稣是怎么样进入这个房子里面的 难道主耶稣有锁时吗 是不是啊 因为我们说房子的门都已经关了 主耶稣怎么样进来的 他有锁时吗 他开门吗 还是有人帮他开门 不是 圣经说 主耶稣就这么样地 出现在他们当中 因为主耶稣是神 祂是上帝的儿子 祂有超乎人类的能力 能够做人类所不能够做的事情 这证明了 主耶稣就是神 祂就这么样地 出现在门徒的当中 你们猜想 当主耶稣这样出现的时候 门徒高兴吗 还是 还是很害怕 没有 门徒都很高兴 他们都很高兴地 看见了主耶稣 主耶稣对门徒说 愿你们平安 父怎么样拆遣了我 我也怎么样拆遣你们 然后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 让他们接受圣灵 然后也把一些的道理 教导了他们 哇 那时候主耶稣出现的时候呢 却有一个人 主耶稣其中一个门徒 叫做多玛的 他并没有在他们的当中 他并没有看见主耶稣的复活 然后门徒跟他说 我们看见主耶稣复活了 多玛说 我才不相信了 除非呢 我看见主耶稣被钉痕的手 因为他知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对不对 那个铁钉钉入他的手 他说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痕 除非我的手摸他的肋旁 不然的话 我总不相信 同学们 你们觉得主耶稣对多玛的怀疑 会生气吗 主耶稣会不会很生气呢 你们猜想 会吗 圣经说 过了八天 过了八天 又在一个晚上 门徒们又聚集了在一起 这时候多玛有跟他们在一起 多玛跟门徒在一起 在房子里面 同样的 门也都关了 门也都关了 这时候 忽然间主耶稣就出现在他们眼前说 愿你们平安 主耶稣又出现了 有看到多玛的表情吗 他傻掉了 主耶稣真的复活了 然后主耶稣对多玛说 伸出你的指头来 摸我的手 伸出你的手来 探入我的肋旁 不要疑惑 总要信 你们看 主耶稣并没有带着一个责备的口吻 来责备多玛 反而是带着一个非常怜悯的一个心 来对多玛说 不要疑惑 总要相信 哇 多玛的反应会是怎么样呢 多玛对于主耶稣这样一个怜悯的口吻 他是怎么样的反应呢 多玛说 我的主 我的神 这就是多玛的一个宣告 他知道他自己的小心 比起主耶稣的爱 是多么的差得多么的远 他因此宣告说 我的主 我的神 然后耶稣借座对多玛说 你因为看见了我 才相信 但是那些没有看见就相信的人呢 是有福的 所以同学们 老师又回到刚才开始的那一个问题 怎么样的人 才算是有福气的人呢 是怎么样的人 就是那些没有看见而相信的人 表示说那些有信心的人 对主耶稣有信心的人 他们是有福气的人 我们有圣经 圣经告诉了我们许多许多的道理 那些看见才相信的 并不算是信心 那些没有看见就相信的 凭做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 而我们相信的 就是有福的人 所以同学们 拿出你们今天的这个 儿童持续单 下面有告诉你说 今天的经济是 不要疑惑 总要信 我们对主耶稣 对上帝 不要有任何的疑惑 我们总要相信 这样你就会是一个有福的人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济好不好 就在你们持续单的下面 来 一二三 不要疑惑 总要信 约翰福音 二十章 二十七节 好 我就把时间交给会读 谢谢 谢谢 谢谢华典对我展道 各位弟兄姐妹 祖类成功 在座的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有机会来到圣殿 敬拜上帝 这是我们的福气 我们统心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你帮助讲的 听的 都能够灵受着你自己话 奉主名求 阿们 我们每一个主日来到圣殿的敬拜主 我们必须带着 扎美祭 祷告祭和感恩祭 来到圣殿 向主敬拜 向主祷告 向主感恩 今天是复活节后的第一个主日 我们要记得 如果耶稣没有复活 世界上没有基督教 我们也必须知道 每一个主日都是 主复活的日子 都是主日第一日 所以我们必须要 虔诚地 遵守我们的主日 在今天我所讲到的经文里面 我采用这个 约翰福音第20章 19到31节里面 我和大家分享这个问题 我分享三点 和大家来分享 第一个问题是 耶稣向门徒显现的目的 是在约翰福音20章 19到23节 第二点是 多么信心地附身 我的主 我的神 第三 我们也当 确信耶稣是 我的主 我的神 最主要是 三十节到三十一节 我们感谢主 神带领我们 帮助我们 我们刚才唱 耶稣基督复活 复活 耶稣基督复活 和你什么关系 耶稣复活是一件事情 这历史的事实 是一个坚确 不推倒的事实 在你面前 耶稣复活 和你什么关系 耶稣复活 那和你什么关系 你说这个 柳年很好 和你什么关系 你要赐柳年 才知道 和你有关系 耶稣复活 你要相信耶稣基督 才有关系 所以多么说 我确信主 我的主 我的主 我的上帝 我们知道 七日第一日晚上 主耶稣向门徒 显现的时候 最少有三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 是要除去门徒的惧怕 第二个目的 是要证明 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 第三个目的 耶稣要 驼赴门徒的使命 第一个目的 除去门徒的惧怕 到了第三天晚上 门徒惧惧的地方 人都害怕 有太人 都非常害怕 有太人 门徒关上了 耶稣站在他们当中 对他们 愿你们平安 我们知道 人在害怕的时候 最主要的是平安 因为耶稣 能够 为给我们的平安 在我们任何环境当中 我们害怕 主要给我们平安 这个时候 门徒非常平安 非常不平安 因为三天之后 耶稣复活了 门徒还是不平安 还是关着门 为什么 怕有太人来抓他 不是怕犀利 不是怕比达多的兵来抓他 因为比达多 眼中看来 耶稣并没有罪 但是比达多把耶稣 钉在十字架上 是因为怕有太人 在威胁他 所以不得不把耶稣 交给有太人 去把耶稣 钉在十字架上 第二第二个问题 证明耶稣复活 所以耶稣来到他们当中 把手和热盘给他们看 他们看了就欢喜了 看到主了 他们是欢喜了 真正的平安和喜乐 就是能用心灵里面 主耶稣就有交通 才有真正的平安 在里面和真正的喜乐 今天我们要平安和喜乐 我们必须要在主里面 记得到主的爱 主的恩典 主的同在 因此我们要多读圣经 多读圣经 祷告 灵修 与主交通 心里面必想到 主耶稣给我们 这大的平安 我们感谢主 第三个原因 耶稣脱付门徒的使命 耶稣讲到 愿你们平安以后 祂就说 父怎么样拆遣了我 我也要拆遣你们 这个圣经说者认为 任好的平安 如果没有给他 人生的目标的话 绝对不会长久了 因为漫无 这个目标的人生 绝对不会有长久的平安 人要有平安 必须要有目标 所以耶稣基督知道 门徒要有平安的话 是将特殊的使命 交给门徒去宣告 就是传福音的使命 所以从此以后 门徒要成为主耶稣的代表 在全世界里面 宣告主耶稣 就是为人类的救主 正如耶稣就来到世界上 代替父上帝做事一样 今天上帝对我们说话 有没有 上帝借着耶稣基督 向我们说话 所以我们说 上帝向我们说话 就是在圣经里面 也借着耶稣今天 向我们说话 我们感谢上帝 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 我们需要神帮助带领我们 因为说了拆起了门徒以后 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 对他们说 你们受圣灵 就给门徒的这个能力 我们就知道 旧约圣经吹气 上帝在他创造人以后 就是亚当 亚当吹了一口气 亚当成为有灵的祸人 这个灵 就是和上帝交通的最主要的媒介 人如果灵死了 不能和上帝交通 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和上帝交通 因为我们有和上帝的 这个有来往 所以灵能够完成上帝的使命 要亚当管理世界万物 就是上帝的使命 可是亚当违背神 却亏欠了上帝的荣耀 在信任圣经里面 耶稣向门徒吹气 使门徒成为怎么样 新造的人 可以完成主耶稣所托付的使命 将福音传到普天之下 而且扩张上帝的国度 主耶稣向门徒吹气说 你们赦免谁的罪 谁的罪就赦免了 你们留下谁的罪 谁的罪就留下了 大家特别注意到 这个赦罪和留罪 这个权柄是在于耶稣基督 门徒只不过是知行 知行 赦罪和定罪的权柄而已 但没有权利判断 属于是应该定罪 所以是应该受赦免 我们知道 主耶稣将福音的使命 叫个门徒 所以要门徒去知行这个使命 可是主耶稣基督 第一次显现的时候 门徒得到喜乐 祝福 受委托传福音的使命 因此他们本来是惧怕了 就变成一个勇敢的门徒 但是 这可是一件事情 当中一个很有理智 很有逻辑的一位门徒 就是多玛不在场 当多玛回到他们当中的时候 就对多玛说 门徒们对多玛说 我们已经看见了耶稣基督 多玛相信耶稣基督会复活 他相信 因为他曾经看见过 耶稣死了四天拉撒路 从死里复活 所以多玛相信 但是多玛不相信门徒 所做的见证 他看见的 他们或看见耶稣 他们不相信门徒所做的见证 为什么他们多玛认为 不恢复逻辑 因为这个门徒正在害怕 三天之后还没关注 还怕犹太人 还在紧张害怕 可能他们是幻觉 可能是错觉 所以你所做见证 我绝对不相信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我看见他的手上的定痕 用指头探论他的定痕 用手探论他的肋旁 我总是不信 就是多玛自立的条件 自己自定他的条件 是这样的 过了八天 也是过了一个礼拜 为什么一个礼拜七天 是八天 我们知道 有太人算日子 前后是算两天在一起 不过日子只是一天而已 前后算两天 但是他的内容 只是二个小时而已 或者是二十四小时而已 不然 耶稣来到他们当中 虽然门都关了 耶稣来到他们当中 对他们愿你们平安 我们知道 前一次的聚会当中 多玛失去了聚会 这一次耶稣来了 多玛在他们当中 多玛得到了三次 补赏 他说耶稣是爱多玛 耶稣非常爱多玛 为什么爱多玛 等一下我会讲 因此可见 我们常常聚会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们如果常常聚会 我们就会 常常体验到 神与我们交通 与我们修话 所以我们 有时候 我们聚会的时候 没有常常来 我们失去了很多机会 各位弟兄姐妹 结果是你们要自己知道 所以你们 我们失去了很多机会 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耶稣这一次来 好像是特地为多玛而来的 你看知道吗 所以主耶稣就 对他们说了以后 愿你们平安之后 就对多玛说 多玛 圣出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 圣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 不要疑惑 主要信 耶稣知道多玛 怀疑门徒所做的见证 所受的话 主耶稣照样 对多玛这样讲话 耶稣一切方面 要给多玛一个定痕 叫他用手摸它 手上的定痕和肋旁 表示多玛要查看 要多玛亲自来查看 亲自来敬礼 耶稣基督复活的主 耶稣并没有这辈多玛 刚才华联律者说 没有这辈多玛 来说提醒多玛 主耶稣也用了 也不要围然多玛 给多玛带来了 许多的痛苦和难过 耶稣知道多玛爱他 因为多玛曾经向耶稣表示 他要用于好主耶稣的同时 因此多玛有这样的勇气的话 当然多玛非常爱耶稣基督 当耶稣基督 要让他当耶稣基督 要多玛知道 耶稣的爱 胜过多玛对门徒 所做的见证的怀疑 所以耶稣对多玛说 不要以惑主要信 即使不要以惑 其他门徒所做的见证 因为这些门徒 将来要为主做见证的话 那么你内容 如果他们所做的见证 你不信的话 那么他们真正就失去了作用 多玛看见了复活的主之后 怀疑就消失了 更深地明白 主耶稣基督 这却是上帝 这却是神 拥有复活的权人 便喊出他最高的信心的呼声 我的上 我的主 我的上帝 多玛最后 多玛最后 不但看见了主耶稣基督 同时也体验到 耶稣的神性 各位 这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不但多玛看见了 复活的主 而且多玛也体验了 耶稣基督的神性 因此多玛 因此多玛 含着信心最高的附生 我的主 我的上帝 主耶稣看到多玛有如此的 献出的坚定的信心 而接受了多玛 他称呼 我的主 我的神 我的上帝 我的神 按照圣经记载 圣经里面只有这一处 多玛 他当面对耶稣说 主耶稣啊 你是我的主 我的神 圣经里面都有 只是这一次而已 从此以后多玛要知道 他对耶稣有深的 更新的认识 也不再只是 跟随耶稣基督 是一个领袖而已 从今以后 多玛一生一世 要敬拜 侍奉主 成为他的救主 成为他生命的主 各位弟兄姐妹 有时候我们常常把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对 但是没有把 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 那很重要 我们说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拯救我们脱离罪 脱离死亡 脱离害怕 但是 我们心中 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 做我们的生命的主 让我们整个生命 由主来掌管我们的生命 有没有 各位弟兄姐妹 主耶稣基督 接受对多玛说 你因看见了我才信 那没有看见信的 就有福了 那没有看见的 那是没有看见的 就是说 门徒所做的见证 你相信他 就看见了耶稣基督复活 你应该相信 我已经复活了 你为什么不相信 门徒所做的见证呢 那也是可以 要相信你 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 也不过是他们 宣教士把福音传到我们这里 我们接受耶稣基督 你们在教堂里面听道理 在教堂里面听道理 也是因为信耶稣基督 我们知道多玛 也会成为一个非常有见证的基督徒 根据多玛形状刺经的记载 多玛后来到印度去传福音 云人归主 最后也为主殉道 死在印度 现在在印度有一间非常悠久的 多玛教会 就来纪念几位曾经对门徒所做的见证 起怀疑耶稣附和的多玛 来纪念他 最后多玛成为一个最坚定 最认真信靠耶稣 释放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感谢主 各位 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 我们必须也盼望 有借助那属灵的经历 主耶稣基督 确信主耶稣基督 是我的主 我的神 耶稣基督要人相信他的门徒所做的见证 因为主耶稣升天之后 把传福音的使命赐给他们 主耶稣给他们的力量 给他们的能力 因此 对多玛说 不要疑惑 主要信 你因为看见我才相信 那没有看见就信了 各位 我们知道信心很重要 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失敌 是未见之事的结局 信一本比较清楚一点 我录给大家听 信就是所盼望的事的把握 是没有看见的事的证明 我再说一遍 旧版的圣经 基督徒来书第11章第1节说 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失敌 未见之事的结局 但信一本是怎么反应 信就是所盼望的事的把握 还没有看见的事的明证 明证 这个很显明的证明 今天我们是因信福音成为有福的人 不是因看见福音成为有福的人 我们是不是要像多玛依尔那样 看见了耶稣基督 相信耶稣基督 确信耶稣基督 是我们的主 我们的上帝 我希望在这个 今天读经课 在这个主路经课里面 约翰20章30到31节里面记载 圣经说 耶稣复活以后 在门徒面前还寻了许多神迹 没有记载这个约翰福音诗里面 但记载这事 是要叫你们信耶稣基督 是要叫信耶稣基督 是上帝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祂 祂就可以因祂的名的生命 这里说 但记载这些事 是要叫你们信祂 表明 这个约翰福音 记载今天这段经文里面 约翰20章19到31节 这段经文里面 要给我们知道两件事情 耶稣是基督 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基督 我们每次都讲到基督 耶稣基督 各位 我大家分享一下 基督是耶稣基督 自奉的称呼 基督是耶稣基督 自奉的称呼 一要来 耶稣来到 是要成全上帝的旨意 完成上帝的计划 上帝的儿子 是耶稣基督 身份的称呼 基督是知奉的称呼 上帝的儿子 是身份的称呼 是上帝的儿子 是写明上帝知己 表明上帝知己 写明上帝知己 表明上帝知己 看到耶稣 就是看到上帝 看到上帝 就是看到耶稣 耶稣你看到我 就是看到我的父 你看到我就看到 那差我来的 你爱我 就是爱那差来我的父上帝 你们信就可以 因祂的名的生命 名的生命 信了祂就 因祂的名的生命 我们知道 信的人 就成为 耶稣成为我们救主 成为我们生命的主 祂的名是什么 一方福音里面 很喜欢用的名 主的名 主的名 主的名就是 我是 一方福音一共用了 七个伟大的名字 耶稣说 我是 道路真理生命 我是 养的门 我是 好牧人 我是 葡萄树 我是 获水江河 我是 就 我是非常重要 我们这 因耶稣的名 是我们的永生 得永生 生命 耶稣说 信主的人 有永生 不信的人 就没有永生 因此 我们相信 耶稣基督 是我们的救赎主 如果不是 主耶稣基督救赎我们 我们都要死在死亡 罪恶里面 耶稣基督 来到世界上 本可以 本来是可以 以审判者的身份 来到世界上 毁灭所有 辈里的罪人 但是 耶稣基督 却带着 拯救者的身份 降临 不要我们 为我们的罪 被钉在十字架上 应验了摩西 在旷野 举舌的 这个 预表 但摩西 举同舌 只不过 使了随手的 以色列人 肉体 得到生命 但是 主耶稣就 借助十字架 以复活了大人 使我们的 永恒的生命 使我们 信靠祂的人 全部都可以 得到上帝的救恩 上帝的救恩 所以现在我们乃是 因信得救 不是因看见得救 我们要信 圣经 约翰3章16节 很清楚告诉我们 不知灭亡 反得永生 凡是信祂的 凡是信祂的人 不知灭亡 反得永生 因信耶稣基督 得永生 以下这个问题 大家非常重要 大家特别注意一下 永生 就是今天我们 记得到耶稣基督生命 就是永生 不是指着时间信制的 乃至指着生命的品质 我们一信耶稣 就享受永生 我今天信耶稣 我今天就得到永生 不是等到死后 才得到永生 很多时候说 我们死了得永生 结果某某的人死了 享受永生 没有 他信耶稣 就得到永生 因为生命的品质改变了 成为新造的人 耶稣下面吹个口气 成为新造的人 所以我们常常说 哎呦 这个人 这个安心了 享受永生 其实不对 他一信耶稣 就享受永生 反而信祂的 不知灭亡 反得永生 这句话 我们常常误解 有没有死后 才得永生 没有 我们今天已经在基督里面 我们就拥有永生 今天就经历到主耶稣 所给我们的永生 从现在开始 一直到永远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既然 我们既然要确信 耶稣是我的主 我的神 那么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就经把耶稣基督的地位 摆在那里 那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那是非常严肃的信仰的问题 既然我们确信 既然我们确信耶稣是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那么就请把耶稣的位置 摆在我们的那里 拜我们的前面 摆在我们的后面 或者右边 或者左边 或者脚下 一位弟兄 就完礼拜 牧师啊 牧师 问什么 有没有旧报纸啊 他怎么拿旧报纸 他说我刚才包圣经的报纸 给遗旨弄事了 现在不能够再用了 有没有旧报纸 就借给我再报报纸 各位我们这样 这个弟兄是把 上帝的地位 上帝的 把报纸里面 我们是这样吗 我还喜欢用四篇 四六篇 第八节 刚才你们 《起因经文》里面 第八节 就是大卫王所说的 大卫说 我将耶和华 摆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的右边 保守我 使我不知咬动 大卫将耶和华 摆在他面前 说出上帝 在大卫信仰中的地位 各位今天 我们把上帝的位置摆在那里 有没有把我们最主要的 我们信仰中 最主要地位 上帝是大卫一生的指标 上帝是大卫一生顺服 信仰中的上帝 上帝是大卫生命的主 上帝是大卫一生敬拜 事奉的上帝 各位 我们要记住 主耶稣基督 如果是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我们把耶稣基督摆在那里 那个是一定非常重要的 生命的问题 如果我们把耶稣基督摆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今天在世界上 每一天的日子 每一步 走走的每一步 都是有意义的一步 就是有荣耀上帝的一步 我们知道今天世界充满了 没有方向的人生 没有目标的人生 在海岸中冒出了人生 我们人类很可怜 各位 我们现在活在这个 很困惧的时代当中 我们要把我们主 我们的上帝 我们的耶稣基督 摆在我们信仰的中心 摆在我们的前面 我们要过着我们一生 祂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 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 古人有说 人生在世如同一夜贫舟 在满满人海当中 沉浮着 有时候遇到平安 有时候遇到困难 但是 不要害怕 为什么不要害怕 祂是我们生命的传主 生命的脱手 我们回应主耶稣基督 一生我们要跟随祂 释放祂 尊上帝伟大 我的主 我的神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切信耶稣 是我们救主 是我们生命的主 如此吧 我们一生能够走在永生道路 得到满足的喜乐 和永远的付诺 感谢赞美主 我们同心祷告 亲爱主 我们感谢赞美人天 祢带领早上的崇拜 让我们 无论儿童信息里面的 福音 我们所听的道理 祢就伴助我们 让我们真的确信 祢是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让我们一生当中 能够将祢 摆在我们的面前 引领我们 行走前面的路程 永耀祢的生命 奉祢名求 阿们 感谢上帝 透过王辉都 提供我们的